不管晴天雨天 每到周五 社区中的长辈 都会聚集到慈祭关怀据点 从唱歌跳舞 还有手工艺级厨艺 凤山新墙里这一年来的课程 五花八门 让阿孔阿嬷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不让老人去刺带 还给一些朋友 给一些唱歌 像说做运动 又找黑档歌 又装花 感觉很赞 上人告诉我们 一颗种子就是一个决心 那今天来到这里 看到这些老菩萨 因为种了这个种子 很沉非常地开心 我自己心里也非常地开心 至于在凤山海洋里的 慈祭关怀据点也满周年 就是四岁的阿嬷都不缺席 这一年当中的陪伴看他们真的很活泼 而且他们活出自信来 以前他们是真的在乘看电视 让电视看 非常的没有自信 希望我们实际能够把这些活动继续办下去 让这个社会更祥和 像是一盏重要的明灯 照亮着社区 关怀据点把长辈都找回来 更让他们重拾信心 大家新闻接近王昭中 陈胜森高雄报道